今天有一起醫療糾紛 內容很常見 不過當事人比較特殊 提告的是曾經審理過 力霸東森掏空案等多起重大案件 被外界稱為鐵面法官的李英豪 他說自己多年以來 都是在台大醫院做健康檢查 好幾次被檢查出膽囊有息肉 後來他向台大肝膽外科的 名醫胡瑞恆求診 對方看了半年前的健檢報告 就要他開刀 但是手術之後呢 卻告訴他 割下來的膽囊很光滑 只有慢性發炎 李英豪完全不能接受自己 莫名其妙沒了膽 一怒之下 他不但控告胡瑞恒 也把歷年以來 幫他做過健檢的四名醫生 都告進去 求償九百萬元 不過胡瑞恒今天強調 自己並沒有舒適 聽到的時候 當時真的快昏倒了 怎麼十幾年來都說有 結果都沒有 身上的膽囊白白遭到割除 法官李英豪根本無法接受 因為從一九九八年起 每年到臺大醫院做健檢 被檢查出膽囊長腋肉 二零零九年 他早上肝膽外科名醫胡瑞恆 接受建議開刀摘除 沒想到手術後才發現 膽囊根本沒有長腋肉 但臺大卻不肯認錯 讓他氣得對胡瑞恆 和歷年為他做過健檢的四名醫師提告 求償九百萬 國家醫院他就是利用公家資源 對於他們的過失或固憂過失 所造成的病患 他們是從來不認錯的 他們希望那你有辦法 你就去打官司好了 官司打一打以後 認為法院認為應該賠你多少 我在賠你多少 今年六十歲的李英豪 曾經審理過力霸東森掏空案 和前調查局長葉勝茂的泄密案 適有鐵面法官的稱號 而遭到指控誤診的醫師胡瑞恆 去年才捲入物質艾滋器官的風波中 現在又碰上醫療糾紛 他則否認有疏失 臺大醫院也出面澄清 李英豪的膽囊確實有切除的必要 法官告您的那個事情 您是不是覺得說自己沒有疏失呢 當然是跟他就這樣 李先生的膽囊 並不是健康的 李先生的膽囊是有慢性膽囊炎 是有膽囊結實 是有切除必要的 因為沒有膽囊 李英豪說現在只要吃 有一點的食物 就會腹泻 生活品質大受影響 他堅持要討回公道 法官和民醫對不公堂 雙方各說各話 是誤解還是確有疏失 得交由司法理清 記載陳保羅 邱鋒欽 特報道